最近很多負面的消息,包括了感染的個案,我們經常都看到是節節上升 因此很多人都離世,我在這個零修分享,其實可以分享這個題目,就是死亡 因為在過去兩三個月,我都主持了四次的安息禮拜 而這個月,我也面對三個人離世,其中一個離世的就是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外母 好,再想一下在這個牧羊的經歷,其實面對人的死亡和喪事,對我來說作為牧者 就像一個家常便飯一樣 但我想一下,當我們面對死亡的時間,其實死亡的話題,大家的體會比較深 但其實比死亡的話題更加廣泛,深入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其實有另一個題目可能更重要,這個叫做負面的影響 正如我們在這段時間,就算你和我都很健康 但我們所面對的事情,其實都可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或是籠罩著負面的體會 就像這個污魂等待雨來清洗 或是像霧迷等待空氣的淨化 我們所呼吸的新鮮空氣是什麼呢?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說話,就像新鮮的空氣 正在幫助我們一樣 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3節裡面,有這樣的說話 他說,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是廣大 應該說是極其廣大 這句說話其實帶給我們很清新的感覺 因為早晨起床,好像一切都是新的 而當我們有一個信心去養賴這個信實廣大的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體會應該是很著弱的 在這個同一卷書的另一章裡面 都這樣說過一個說話 他說,一宿雖然有哭音,但早晨是要歡喜快樂 我們一看到很多聖經的應許 其實我們心裡都充滿了快慧,充滿了喜樂 我們看聖經的時間裡面 都可能有一種叫逐流中清傳的感覺 最近有一位的名嘴,他在YouTube裡面 這個名嘴,他很受歡迎 他每一天的收聽率都有幾十萬 而這麼巧我自己是其中一個喜歡聽他所說話的 其中一個停族 在最近這個疫情爆發的時間裡面 其實他每一天都會說對這個疫情的實況 又或者是從經濟或者民生去看這個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有一天,他在主持這個節目之前 他很輕描淡寫說了幾句話 其實令我都很有深刻的人像 他說,一年都說了這麼多日 這個負面的新聞 他說其實人都會發呆 那不如跟大家去說一些輕鬆的題目 或者說一些有趣的話題 其實我很認同他這個說法 因為負面的消息 當他充滿了我們的心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很不自在 其實在這個時間裡面 就讓我們一起在神的話語裡 去重拾一個靜化的空間 或者讓神的話語帶來給你和我一個新的體會 我們很相信就是 叫基督徒生活能夠活潑的 不是一個環境 其實只是聖靈 或者這麼說就是聖靈的引導 因為只有他的引導 我們所體會的這句話說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息極其廣大 你知道嗎? 他能夠幫助我們 去拒絕 讓昨天的負面的記憶 去佔據在我們今天的時間 我曾經在一個日曆的作用名裡 他有很多不同的金句 這句話其實很有意思 再說一次 讓我們求主幫助 去拒絕讓昨天的負面記憶 去佔據你和我今天的時間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我們走到上帝所預料的 一個流奶與物之地 所以我們要把握時間 去積極去面對我們自己 不單止面對疫情 我們要面對我們生命中的 每一個重要的時刻 都可以有與神相遇的時刻 和有神同在的時刻 求神祝福你們 帶領你們每一個人 我們下一次 我們再來分享神的話語 好嗎? OK